我的PS5外接显示器的声音解决方案 现在终于完美了 这是第九种解决方案了 真是几经波折 以前我的PS5接的是几百块钱的音箱 几百块钱的耳机 没听到过这种声音效果 这次折腾值了 现在想想玩PS5游戏 最好是用4K分辨率的屏幕 虽然1080P分辨率屏幕也能玩 但是总感觉有点亏 声音也是如此 如果声音系统不好 游戏的体验也会缺失一部分 下面说说我用的设备 价格以及连接方案 都是自购的 没有广告 首先这台PS53000多块钱 音箱是香蕉猴的一对2000多 解码器是双目三菱的第六 999算1000吧 后面还有一个小尾巴 就是这个东西 这是UAC转接器88块钱 后面再说 这一套是声音系统 下面说说连接方式 先从音箱说起 左侧的 右侧的 这对音箱我感觉整体不错 特别是低音 我这个10平米的房间 在桌面上用足够了 这是有缘音箱 自带工化 它的输入只有2C莲花 还有TRS平衡 还有一个大三芯平衡 这三种输入 然后是解码器 这个解码器的声音 我比较喜欢 比较暖 解码器的芯片是两颗 AK4493S的芯片 听歌味道很好 我的连接方式是 两条TRS这种音频线 连接到音箱 左边一支 右边一支 这个解码器 它有三种输入方式 一个是蓝牙 还有光纤 还有铜轴 还有USB PS5也有USB 虽然它也可以接耳机音箱 但是它不能识别 我这个解码器的USB芯片 但是有的解码器的USB 可以被PS5识别到 很少 然后下一个 就是后面这个小尾巴 这叫UAC转接器 算是杂牌吧 品牌我就不漏了 用了几天 挺不错的 做工有点差 但是可以用 这个小尾巴 一头是接PS5的USB A口 接这里 我接到后面 PS5后面有两个A口 它支持光纤输出 我现在用的就是光纤输出 还有一个同轴的输出 我用光纤输出 连接到解码器的光纤输入 PS5给到它的是48 KHz的一个音频格式 音频频率 我从头再捋一遍 PS5的USB连接到这个小尾巴 这个小尾巴光纤连接到解码器 解码器的TRS连接线或者RC连接线连接到音箱 就是这么一个连接方式 其实有的音箱是内置解码器的 按理说它也可以用USB的方式连接PS5 但实际上能被PS5识别到的音箱的解码器 音箱的USB这种方案特别少 原因是PS5它的USB声音输出 这个UAC是1.0的版本 那什么是UAC呢 U是USB A是Audio声音 C是Class 就是类别 USB的声音类别它是1.0的很老 目前市面上UAC的声音都是2.0的 所以PS5支持的不多 所以就得用这种小尾巴 这种小尾巴是UAC1.0的 是专门为这种玩意儿 这种设备打造的 给它转接一下 还好这种小尾巴它不用给它供电 直接USB就可以给它供电了 还少一根线 而且它还能输出光纤或者同轴 直接到音箱 有的音箱是有光纤同轴输入的 没有就转接到供放或者解码器上 虽然有点麻烦 有点凌乱 还好我把它放在后面 最终目的达到了 它可以发挥解码器和音箱的效果 PS5里面有很多游戏声音效果是很不错的 还是开头的那句话 如果用普通的音箱或者普通的耳机 真的有点白瞎PS5游戏了 另外还有一个要说的 虽然有的像这种解码器 它的USB能被PS5识别 你可以把USB插到PS5上 但是我的解码器还要在电脑上用 如果要用电脑的时候 我还得把它从PS5拔下来插在电脑 玩PS5的时候 还得从电脑上拔下来插到PS5 那样很麻烦 我现在用的方案是它的USB连电脑 电脑听歌用ASIO那种方式听歌效果特别的嗨 这个以后再和大家分享 用光纤连PS5直接用这个旋钮切换就可以了 这是光纤 向右这是同轴 这是蓝牙 这是USB 这么一切就行了 很方便 今天视频这个方案是和PS5连接显示器 要从音箱输出声音的玩家 后面我还会做一个PS5连接电视 如何用音箱输出效果的一套方案 那是第十种解决方案 十全十美嘛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参考